哈喽 欢迎收听邵老师的海洋讲堂 今天节目再次邀访到邵广招老师 到节目当中跟其中朋友们来聊聊海鲜指南 老师您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那老师的本业是做鱼类研究 后来慢慢推广到海洋保育 那在海洋保育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推动一些讲座 引进了纪录片 那么也诉诸消费者端 希望消费者能够做改变 所以推出了海鲜指南 好 那可能有一些人 他没有听过海鲜指南 所以在这边我要首先请邵老师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海鲜指南是什么呢 海鲜指南基本上就是教大家 如果要去买水产海产的时候 还是要有选择 就是从生态保育的角度来思考 因为过去大家买海产 都是从到底这个胃不卫生 价格便不便宜 那这个角度来思考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考虑过 你吃的种类到底对不对 该不该吃 因为可能搞不好 那个种已经是冰尾的物种 保育类的物种 或者资源量已经很少了 我们再这样子为了吃 去把它加速它的灭绝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 海洋保育的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块 那讲到为什么 我会来推这一块 那其实很多都跟国外学的 话说回来 因为在国际上做这个 海鲜指南这一块 其实可以说是早在 大概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到现在目前 全世界有海鲜指南的这些国家 大概至少有二三十个以上 那么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块 因为海洋保育的工作 事实上不外乎有三条路 第一个就是限鱼 过去因为抓鱼抓太多抓太快 让它数量减少以后 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开始限制 慢慢抓 比如说限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们今天有所谓的投入的 或者产出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捕捞的鱼种受到限制 鱼鳍的限制 鱼法的限制 总量的管制等等 这个多算是限鱼的手段 我们的约束基本上最近这些年来 也很积极的在这块上来努力 推出了很多限制捕捞的措施 那么包括山海里的禁止抵托 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金沙不能抓 有三种海水鱼类 现在是限捕限卖的 进捕进卖了 乃至于说鱼类的捕捞量 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额 鱼船的这个船数的稍数要限制 那么乃至于说像鲨鱼好了 不能割棋 必须要棋不离生 或者螃蟹的一些体肠的限制 很多很多 那这个都是希望大家能够 不要吃过头抓过头 让支援原谅可以恢复 这个当然是政府该做的事 那当然鱼民也要配合了 大家要守法 民众也要守法 那第二条路其实是比较简单有效 有经济的方法是划涉海洋保护区 让海里能够有一定的比例的 这个面积的海域呢 大家不要去抓鱼 让鱼有一个安全的家 可以在那边继续的繁衍 就好像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当本金 你不要去冻你的老本 伸出来的利息 你去用就可以永续的利用 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全世界都在推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 在台湾推得很辛苦 因为一般鱼民朋友都觉得说 海他都可以抓鱼 你为什么要限制我一块 不让我去抓 他们就从心底就不赞成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台湾有时候 在推这个不太容易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但这个两个方法 你发现多没有办法做得很彻底 管理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时候 剩下来就一条路了 就是我们宿主消费者 自己来努力 去吃该吃的鱼 不要去吃那些不该吃的鱼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买对鱼 吃对鱼才能年年有余 那这个是我其实发想要去做这件事 其实很早了 最早是2007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渔业署的署长 他开始想通了 渔业要永续 不能只照顾渔民短期的利益 必须要照顾长期的利益 让渔业可以永续 所以他就开始推生态渔业 这还是要主要透过宣讨教育 所以那时候他在渔业署有个办公大楼 在台北市的金山南路 个人爱路口 他就在那个building上面挂了几个字 大大的全民 就是叫做全民渔业教室之类的 那时候就一个月 找一个人来演讲 主要就是在推这个方面的理念 那第一场正好过年的时候 他就找了这个新天地的主厨 来讲这个叫做什么样 吃对鱼 选对鱼才能 就是才能那点有余吧 那么那 我找我去讲第二场的时候 我就去这个听他讲什么 我再来想我要讲什么 我就改他的字叫补对鱼 买对鱼才能年年有余 那第三场他去找台大动物系的邱台生老师去讲 他定的题目 跟着我的题目就是说 年年要有余需要余月管理 其实每个都对了 所以就是鱼不是不能吃 它是再生性的支援 可是如果你把它吃光了 不能永续了 这就是不好的事情 那我2009开始引进一个影片 叫做鱼线的尽头 那个尽头 那个影片最后结尾 就告诉我们海洋保育有三条路 限于海洋保护区跟海鲜指南 当我发现前面两条路 是要靠政府 我们自己实在是力量很微薄 没有办法 去把它做很好 所以我就开始来推这个第三条路 也就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印了台湾的海鲜指南 从2000年开始 就免费送 开始在网络上 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公开给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去 没有版权 就拿去翻印 或者是帮我去推广 所以到现在 我觉得成效还不错 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 都有受到它的影响 好那么一开始看到海鲜指南 或者是听到海鲜指南 听众朋友或者是一般大众可能会想说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要吃哪些海鲜 或要选哪些海鲜 没有错 海鲜指南就是要告诉你要怎么挑海鲜 可是是要挑海鲜 同时也要很环保 所以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海鲜指南的内容有哪些 海鲜指南当然要叫大家去买鱼的时候 要买对鱼 那么可是大家你知道台湾的鱼类种类那么多 虽然刚刚前面以前讲过有三千两百种 但是字上可以拿来 常常看到可以买来吃的鱼 少说三四百种 因为台湾是个热带亚热带的国家 种类多样性非常的高 我最近帮书里面出了一本图鉴 里面就涵盖到七八百种了 你要叫这些消费者去认识他的名字 是其实还不太容易 所以要怎么样简单化 我们就那时候做海鲜指南的时候 就挑了其中的六十种 把它跪了三大垒 一个是建议可以去吃 另外一个是不建议大家吃 中间总有一些灰色地带 所以我们叫做想清楚再吃 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 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海鲜指南 都是分成三大类 简单来讲就是绿灯黄灯红灯 所以我们就在海鲜指南里面 就包括了这三大类 大家最容易看到吃到的种类 做代表 当然你要叫大家认鱼 认名字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也写了一些原则 在海鲜指南后面也有一些原则 比如说一种鱼它是常见还是少见 你当然去买常见的鱼 表示它数量还多对不对 要不然就看颜色 如果它是银白色的 大概都是那些会有性的鱼 不管是表层的或者是底气 它通常都是种少量多 大概都可以去吃大概没问题 特别是你到超级市场去买的鱼 它一定要经过处理 把头跟尾切掉 对不对 你也看到一个身体 但是它基本上它就是数量多 所以它才会进来处理 它才会卖 那么如果身上有颜色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珊瑚礁鱼类 或者是 怎么讲 就是那些颜礁性的话 它是种多量少 比较容易过于 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去吃那些 从颜色来看了 当然还有很多的原则可以来遵循 我有列过一个表 大概有15种不同的原则 来判定这个鱼可不可以吃 那比如说你从食物网的角度来看 我们鼓励大家去吃底层的鱼 而不要去吃高层的鱼 这个叫底食原则 并不是说是底气的鱼 而是在食物网的阶层里面 它是属于比较属于基础的 不是基础生产生 是次级消费者 不是最高级的消费者 因为这样比较 因为高级的消费者 它是种多量少 越下面的是种少量多 特别是年龄寿命比较短的鱼 它恢复力比较强 而不是要长到很多岁 才会成熟的那种大鱼 你一旦过于它很难恢复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原则 可以去做我们的参考 因为当海鲜指南里面不是只有鱼 实际上有一些甲克类 贝类 软铁动物都在里面 原则上我们是鼓励大家去吃贝类 为什么呢 因为贝类它是绿石性的动物 它其实它并不是像我们讲的鱼 要去喂它飼料 你就不划算了 因为这个飼料的来源是什么 还是大部分从海底抓来的小鱼 或者下炸鱼去做鱼粉 去喂出来的 所以你把海底的小鱼 炸鱼这些都抓光了以后 海洋生态系也遭殃了 海底的大鱼 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所以到最后 小鱼没有了 养殖液也要垮掉了 所以我们就不鼓励大家 去吃养殖的里面的肉食性的鱼 而是吃那些吃素的鱼 像是蛤蟆 蛤蟆不是鱼 但是它是绿石性 所以它绿石性的东西 你吃了就没有保育的问题 因为它反而你养越多 它可以帮你过滤水质 其实它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在海鲜石材里面 基本上棒壳类的 二枚贝类的 我们都鼓励大家可以去吃 你养多了也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不要去喂儿 定义它是天然的绿石 绿石海底的一些浮游生物 那么这个是 你刚刚讲到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基本上 理论上 大家比较吃得多的 就是刚刚讲的一些小管 透抽 乌贼 鱿鱼之类的 这些名称是在坦白讲很混乱 大家会分不清 不过我想你如果从网络上看 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简单的分辨的方法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海鲜直南里面 很多朋友也会问 那为什么把锁管列为建议可以吃的鱼 但是反过来讲把那些鱿鱼 把它列为或者所谓的乌贼 花枝列为避免食用的 同样都是软体动物 对不对 为什么会不一样 主要还是因为它资源量的问题 当这个资源量还够丰富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吃 像锁管那一类的比较小的 屁股比较尖的 那些瘦瘦长长的 那些资源量还算够 而且它寿命都很短 它通常繁殖 寄完以后就死掉了 所以它大概就是寿命 大概不过一岁两岁 所以它恢复力很强 你只要它资源量还够 你还可以去利用 反过来讲鱿鱼呢 它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 它身体里面常常 它不是那个透明的 一个骨头 它是一块 像鹦鹉在吃的 你知道给它吃的 啃的那些石灰石的 那个瓢 那个瓢翘我们叫 所以那个数量就很少 它屁股通常 外观看起来是渊源的 那个就不鼓励大家去吃 所以还是要分种类 还是要看到数量 会调整的 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在养殖鱼类的部分 有一些是吃小鱼 当做它的食物 那这一种肉食性的养殖鱼类 大概有哪一些 可能会建议我们比较少吃的 肉食性的鱼 基本上我们其实坦白讲 都不鼓励大家去吃了 但是我们现在养殖的产业 基本上还是发展 都是去养这些大型 肉食性的鱼 你这样讲 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吃 寿司 生育片 那这些鱼不是我们小时候 吃的那种骨头很多的鱼 那是比较少往下沉的鱼 所以大家都拼命去发展养上面的鱼 海里的这些大型鱼类被捕捞得差不多了 只好用养殖的来替代 可是你要想到在海里养这些大型鱼类 你养那么高密度的鱼 它要吃什么 它不可能去滤过水里的食物 它的实现也不是这样 你必须投鱼 你要去养那么多的鱼 你就必须要投很多的鱼 这些鱼料 你要让它们长得快 就是要是动物性蛋白 那这些来源在哪里 海里抓小鱼 所以海里有 全世界一年可以抓三千万吨的小鱼 抓来不是给人吃 拿去做鱼粉 做饲料 去来喂我们这些养殖的鱼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生态系里面有个很有名的 叫林德曼笑律 就是食物阶层 上一层的鱼 要吃下面一层十公斤的肉 平均才长它一公斤的肉 它在第二层再去吃下面再十公斤 所以换句话讲 是不太划算的 因为你吃了一公斤的鱼 你等于说吃到它下面 一百公斤的小鱼 第二层的鱼 吃到下面的 我讲错了 应该是一公斤 下面十公斤 再下面一百公斤 一次类推 在我们的海洋的生态里面 有一个名词叫做海产竹鸡 就跟我们的碳竹鸡 水竹鸡一样 事实上你吃一公斤的最高层的大鱼 你对海洋的伤害可能是下面的 别的国家吃别的食物 王阶层的鱼的一百倍十倍 台湾一年抓一两百 一百二三十顿的鱼 秘鲁也吃个鱼也打过 他也抓一百二三十顿的鱼 每一年 但是我们要负的责任 是人家的一百倍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秘鲁他抓的 都是永生流带上来的 一些匪客体克的杀定鱼 那一类的小鱼 那我们抓了大部分的百分之七十的鱼 也都是去抓大鱼 所以如果把这也列入评分的标准的话 那台湾在海洋保育上的分数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生态的原理跟概念 可能大家只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 生活品质的提高 但是忘记我们对海洋保育的伤害有多大 台湾人太会吃了 我只能这样讲 台湾抓一堆量 鱼货量是全世界的第二十位 始终保持在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一年一两百一百二三十顿不够我们吃 我们还要进口四五十万顿的水产品 让我们来消费 所以从消费的量来考虑 台湾升级到十二名 可是每个国家有大小 人口数有多寡 我自己找助理去算过 如果把人口数拿来平均 台湾一下变成全世界第四大的海鲜王国 所以台湾真的很会吃海鲜 我不能讲说海鲜文化不对 因为站在这个文化创意的角度来讲 让这些海鲜可以变成高价值的食品 创造经济的活络 我觉得都是好事 但是问题大家过去在推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们吃鱼 吃的种类太多 把不该吃的鱼都把它吃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海鲜指南 是从生态保育的角度 希望大家来正视这个问题 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 老师除了海鲜指南推动的十分成功之外 在近几年 也从珊瑚礁鱼类的研究 转成了紫质鱼跟鱼卵的研究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跟海洋保育非常的相关 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最开始回来 开始做鱼的研究 当然还是做成鱼的分 因为那时候做的人并不多 尤其是大家不会下海 自己去潜水去采集 所以我那时候就做完了以后 我就开始做沙泥地的鱼 开始做深海鱼类的研究 这成鱼的研究做的差不多 也训练了很多的学生 他们有些真的表现得还不错 可以说轻松于懒了 那么我应该要把这些舞台 这个都交给他们去发挥 那我就开始去挑战一些比较难做 不太容易做 但是很重要的 我继续开始做紫质鱼 甚至于做到鱼卵的分类的研究 各位知道 紫质鱼在鱼类变态之前 它的长相其实跟成鱼是差很多的 那么所以在全世界这些鱼类分类学家 如果说有100个人在做成鱼的分类的话 大概就10个人在做紫质鱼 但是在做鱼卵的分类 专家大概只有一位 因为它更难做 没有人有去挑难做的去做 对不对 可是坏说回来了 可是他们还是很重要 就比如随便举个问题 请问大家台湾这么多的鱼 到底在台湾周边 什么地方是它的产卵场 它在什么时候产卵 一片空白 大家都不知道 虽然可以从鱼博的资料里面 去猜得出一些端倪出来 但是理论上 知道的种类也很少 真正是研究鱼的生殖成熟的 这些研究论文其实也不多 种类也很少 后来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 大概在十多年前开始国际在用DNA的生命条码 来做研究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大家知道DNA是可以拿来干嘛 你去抓犯罪的犯人的时候 你可以常常比对DNA 对不对 去做鉴定 所以哪怕你只有一块肉 一点点的组织 你就可以用DNA方法去鉴定它的五种 这是叫生命条码 在DNA的那么多的资料里面 找一个很小的片段 发明一个工具 可以来把这个片段DNA 当身份证来鉴定五种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你必须要有很完整的资料库在背后 如果你没有这完整的资料库 你怎么去对得上 我如果从这颗鱼类里面 去把DNA的sequence做出来 我一定要去比对资料库 才知道它是哪一种 所以这个资料库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早在十多年前 就在灵物局的制度之下开始来推动 台湾野生动物 冷冻遗传物质电藏 跟生命条码的计划 开始慢慢来收 因为很多以前常见的雨线都没有了 你要再采也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说 这也是一个很漫长 但是很重要的基础建设的工作 这四十年来 我们大概收集了大概1500种 好那最后想请教老师 您不管是在鱼类研究或者是推动海洋保育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什么样的阻力呢 也还好了我做很多这些事情以后 常常大家都很愿意配合来支持 而不是说要来修理我 所以我在想我们大家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来着想 所以难免会觉得很多挫折灰心各种 但是我想我还有一点特性 我就是会一直去做我觉得该做的事情 不会真的就气馁就放弃了 好今天很谢谢老师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有时间有机会的话 到网路上去看看海鲜指南 来了解一下它的内容 吃海鲜的同时也可以很环保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 拜拜 拜拜